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专栏 我是沈梅琪 最近几年投资移民越来越火爆 甚至可能在今年投资移民会出现排期 带着许多的疑问 我们今天请来的知名律师胡德汉 胡律师来为我们讲讲投资移民的最新动态 以及如何做投资移民 另外我们还要请胡律师来谈谈 刚刚通过的H4合法工作圈 胡律师你好 你好Cathie你好 首先我想先请教您 昨天美国国务院宣布说 已经准许H4的Visa 拥有Visa的民众可以在美国合法的工作 那么这个对很多我们知道很多华人 他们其实是透过H1来到美国工作 这个所谓H4就是H1的配偶 对不对 以前是不能打工 现在可以打工了 这个消息非常好 可是问题是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我们还是一切要根据法律来走 所以我想在这个话题最热的时候 先请教您 H4的合法工作权到底要怎么样来应用呢 OK首先呢这个应该归功于这个奥巴马的行政政策 这个也属于行政政策的一个范畴 这个呢是国务院呢在这个2月24号公布的 那么这个实施呢是在这个5月26号 就是2015年5月26号将实施 所以说有这个需要的这个民众啊 应该注意这个日期 那么这个具体的规定呢 它还没有finalize 那么这个实施细则呢 还没有最后的finalize 这个呢有一个原因 据我所知呢 这个是因为有很多H1B啊 它本身是高科技人才 那么这些高科技人才呢 他们的配偶啊 一般呢也是高科技人才 或者说一般的话这个知识层面 也稍微比较高的 那么美国政府呢看到这一点 觉得第一他们应该参与到这个社会中来 而不是整天待在家里带孩子 或者是这个做家务 那是一个对美国而言 对美国的经济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浪费 然后呢这些人也可以工作 也可以开公司 这样的话对美国的经济发展 是非常有好处的 是 那所以我们各位观众朋友 要特别注意这个5月26号 可以开始申请 H4可以开始申请工作许可证嘛 对 好那到时候如果观众有更进一步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跟专家律师联系 那么现在再回到这个所谓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这个议题其实是非常的火红火热 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最主要是因为坊间半H1 不是H1 半投资移民的人EB5的人非常多 可是谣言又也是相对的比较多 所以我想请胡律师跟我们谈谈 就是说这个所谓投资移民的排期问题 是目前大家最关注的 所以我想请您先从排期问题跟我们分析解释一下好吗 OK排期问题啊 这个从2013年年底就开始吵 那么这个排期呢 根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期 而这个排期出现这个话题是因为在这个一次移民律师协会上 那么有美国国务院签证中心办公室的一个官员 都不算数的 也就是说从正规法律意义来说到目前为止根本就没有排期 但是呢预计啊 在这个今年的这个6月份会有排期 但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他现在正又有这个新的法案 这个提案出来 你比如说在这个1月28号 这个那个这个有这个一个议员那个Jill的Police 他和另外一个众议员呢 他们联合提了一个法案 叫2015这个美国企业家法案 那么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 就不存在排期的问题 但是呢现在又有个问题了 这个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主席 叫这个Chalk Gressley 他呢在这个ABC News上说了这个问题 他说啊这个投资移民呢是不错 但是呢他觉得夸大 什么地方夸大了呢 就是说有没有真实的这些投资人的钱进来 真正的创造那么多就业 哎这是个疑问 这是个疑问 所以呢他也在现在目前呢 包括还有些媒体了 包括ABC News 还有其他的媒体 他们也在这个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投资移民呢 这个钱呢进来 他是不是确实按这个经济学报告 或者按我们媒体所报道的那样 他创造了那么多就业机会 现在的问题也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认为啊 他这个新的法案今天肯定会出来 而且是利好 那如果说这个法案通过的话 那么2013年爆出了这个最大的投资移民的这个诈欺案 芝加哥那个案子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年轻人才30岁的一个印度人 他把大家唬得这样子 对没错 很不着边际 那么我们想知道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个回扣 就是巨额的回扣 是导致这些欺诈出现的最根本的原因 这个有钱能使回退幕 你知不知道这个旧芝加哥会议中心这个项目 他这个回扣啊 佣金呢达到多少啊 一千多万美金呢 美金呢一千多万 那这些钱到哪去了呢 到中国的中介和推这个项目的美国律师手上去了 而这个拿回扣这是违法的 当然了如果律师拿回扣 那是不仅是违法 他的律师执照都会被吊销 但是仍然有很多律师在拿回扣 因为这个人啊 在金钱面前呢 是很难够很很难把持自己 可是你如果拿回扣的话 难道你不怕会有证据 据证确凿的 然后就像你讲的违法 然后律师执照被吊销 在美国要考一个律师执照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不但要经过无数个这个夜晚的苦读 然后还要考很多考试 看很多很多的书 特别是对我们这种新移民来说话 那真的是挑战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有谁愿意冒这个险 然后把这个律师执照就这样毁掉了 而且更何况你拿回扣不会有证据吗 你说的太对了 第一 拿回扣它肯定会有证据 但是呢 这个 很多项目方 他未来去推这个项目 他就会跟你说 我这个给你这个回扣多少 你来推 你来推 那么很多中介 因为中国的中介 他们都在中国 所以美国的证件法 把他没办法 你要处罚他 你处罚不了啊 他这个不是美国SEC的justiction 那么律师他就有办法了 但是律师为什么仍然有很多律师这么做呢 第一个是对法律的认识问题 我记得我2009年 我写了一篇文章 我说律师拿回扣是违法的 而且这个律师知道将会被吊销 那个时候很多律师拿回扣 但是呢 就有律师跟我说 胡律师啊 你这个看法我不认同 我说你怎么不认同呢 他说这个并没有明确这么规定的 那我就说 我说这个美国证件法 这个1933和1934 但是他这个明确的规定了 你要拿回扣可以 你要拿那个回扣叫什么 叫这个佣金 叫commission 你要拿回这个commission的条件是什么 你必须要license 什么license呢 就是broker deal license 你必须这个license经过这个SEC颁发 但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好 你没有这个license 你拿就不行 这个实际上还是一个法律认识的问题 有的律师甚至吹啊 我的律师废物 都没有回扣哪里高啊 所以有的就是还把这个作为一个资本 在炫耀 这个不可思议啊 这就说明什么 就即便是律师 他也不一定说对法律 他真的很精通 那很多很多人这个半冬水都有 都有这个可能性啊 所以说现在这个1月份 就是2015年1月份 SEC开始调查 目前只有24个律师是收回购的律师 能找到有24个律师收回购 现在要调查他们呢 他们处罚就有可能 第一罚款 第二永远不得从事证券行业 第三他会把这个调查结果 refer到这个州律师协会 就是你所在这个州律师协会 那律师协会再来找你啊 找你调查你执照 所以这25个是加州的律师 不不24个 24个是全美 全美24 所以他要查还是查得到吗 对不对 那这个律师执法犯法 那我先别管他 可是受他委托的 被他委托的这些投资移民的客户 是不是也会在他们投资移民案件上 会出现很大问题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因为这个投资移民 他只能说应该受害人 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法律规定 那就是什么 这个投资人如果出现 如果碰到 比如说投资人找到律师 律师是收回购的 然后投资人也不知道 那么这种情况下 投资人有什么样的补救措施 就是remedy是什么 他有两点 第一点 就是我不投了 我不投你的项目了 因为有很多这种项目是不好的 如果说投资人真的认识到这个项目不好 他有这个option 这个SEC 他有一个remedy 就是什么 就是叫recession 就是我回到我原来的原点上去了 我是受你骗的 我回到我原来的原点上 我不知道你收回购这个事 所以我才投资的 我要是知道你收回购这个事 那我不会投 如果说他能够这样说 而且他却是心里这么想的 或者后来这么想的都无所谓的 那么这个证券法的有一条 就是什么呢 是叫一个特殊事件 你可以用这个特殊事件这条 什么是特殊事件呢 就是说这么个事件 我如果知道的话 我不会投 我不知道我才会投 这就叫特殊事件 你说这件事那就叫特殊事件 那么根据SEC呢 如果说有这种特殊事件 他不知道 他投了 他可以recession 他可以回到他的原点 就是说你把钱还给我 咱到此结束 然后在中间呢 有什么损失的话 我还可以找你这个律师 或者夏母方要 因为你骗了我 那么这个应该是比较 有缺陷的一点 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SEC啊 这个法律啊 它比较老 是1933 1934 所以呢 他对这个受害人的 这个补救措施啊 他不多 他就这个 就这个 但是还有一个选择就是 还有一个选择 我们先进行广告 广告回来以后 再请博律师跟我们谈 好的 博律师 那我们进广告之前 您提到就是说 如果这个投资移民的民众 被律师误导 或者说律师收回扣犯法了之后 那么投资移民的民众 他们投资人 他们自己有一些 法律可以依据来作为补救 是不是 对 那就是 以一个这个民法的 这个受骗 就是 或者说是对方的欺账 来赔偿审视 那就是另外一个 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补救措施 然后呢 第三个 那就是选择继续下去 继续这个投资项目 咱不理他 就是投资人不理这事 当这事没发生 他就是这个投资人就这个三个选择 但是如果那个律师拿回扣被查到 然后律师执照被吊销的话 那他这个移民案子就不可 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因为 没关系 对呀 律师可以换的 换个律师来做这个案子 这个都不杀问题 那你就等于这个投资移民案件项目里面的律师 不能只有一个 或者是说如果只有一个 你可以再换 再换 你就说整个项目要找另外一个律师来接手 项目它本身有自己的律师 项目它本身有自己的律师 那你这个投资人 他只可以再换一个律师 对 没错 可是这个换来换去 中间一些时间又延误了嘛 对不对 你一个投资案 延误倒不会延误 它换律师延误都不会延误就是的 就是顶多就是换 那案子不会重新审核 重新开始 不需要 你案子始终是在这个 是在这个移民局 因为我们这个听电话题的谈说 法律问题都是从民众的角度来看 对 没错 就跟我一下 我也是代表投资人 我是原来我呢 我做投资移民 一开始我是帮四个区域中心 申请他们区域中心 我是代表的项目方 然后等到这个区域中心申请完了以后 我就不代表区域中心了 那么我就后来我去找投资人 去介绍项目给投资人 那我就只代表这个投资人 当然了我还跟我原来帮他申请区域中心的几个当事人 这个区域中心我跟他一点瓜葛都没有 我不跟他们来晚了 因为这个存在一个利益冲突的问题 说到利益冲突我们就要讲到这个数字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投资人案件跟这个数字是没有办法切割的 因为他有很多申请文件里面 involve到很多数字的东西 那么我们知道胡律师你自己本身 事实上在中国是学术理科出生的 所以你在这个投资移民的项目里面 你是不是跟我们稍微用大家一般观众可以了解的语言 来跟我们谈一下投资移民里面的费用 还有这个什么叶层数这些建筑成本 这个数目是怎么出来的 这个就要谈到这个我一开始做这个投资移民了 我一开始是这个代表的是区域中心 那么我在做帮他们申请区域中心的过程中 首先我接触的是什么呢 这个他们的这个商业计划 然后紧接着就是他们的这个经济学报告 这个经济学报告非常重要 它可以说是整个申请投资移民的核心 因为这个投资移民呢 它就是按你的这个能不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 移民局根据这个来决定是不是给你这个批准 然后呢最后移民局审查的时候 审查永久留卡是不是跟你永久留卡的时候 它也是审查到底你有没有创造这么多这个就业 但是一开始审理这个526申请的时候 它找你的经济学报告写得比较合理 叫reasonable 这个是它的这个requirement 然后呢只要你reasonable 它就可以给你批 它不去这个实际的考察 因为它也无法实际考察你到底创造多少就业 所以一切都依赖于这个经济学报告 而这个经济学报告呢 呃是经济学家 用这个经济模型 两个经济模型来算 你到底有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 那么我一开始一看呢 我原来在中国我是学理科的 我一看数字 我很 我很敏感 但是即便那样 我一看还是像天书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 我要是律师开会啊 我问我房边律师 都是eb5的高手 我律师 我问你 你知不知道这个经济学报告 这个这个就业怎么计算吗 这个模型怎么带吗 怎么怎么带入数据到的模型计算就业吗 咦 没有一个人都知道 没有一个人知道的 那都说 咦 我们who cares 这个我做律师 我需要懂这个干什么 对吧 我只要根据法律规定 我只要依赖于经济学家的报告就可以了 但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经济学家呀 他是人 经济学家呢 他是受这个区域中心 或者项目方的这个邀请 雇佣去写这个经济学报告 所以这就出现一个商业规则的问题 商业潜规则的问题 咱不说商业规则 商业规则是要honesty 但是呢 潜规则就导致经济学家 那可能就会根据你这个客人的要求来写 对吧 你比如说一个项目 我需要的是十个投资人 这个十个投资人 那就是这个五百万 对吧 这个投资五百万就需要投资人 那么这个经济学家 他就必须写出 这个就业人数 最后算出来是一百一十个以上 他必须这么写 不然的话 他就达不到法律的要求 他也满足不了项目方的要求 那连项目方说不定 连那个余款 他都不会给这个经济学家 还不说以后再跟你生意 还不说再介绍其他的区域中心 来跟你做生意 所以这个商业的潜规则 他这个经济学家必须认识到 当然我也不是说 每个经济学家都这样的 但我坦白说 我见到很多经济学家都是这样 因为这没办法 那这个经济学家写出的报告 你说移民局就拿到 看他觉得合理 然后他就会批准了 可是为什么还是看到坊间 许多这个投资移民案件 因为到后来这个数字方面没有match 所以这个案件就整个就流产了 有 确实有 但既然有一个模式在那里 为什么到后来还会出现 这样子这个不好的结果呢 对那就是 那个算这个经济模型的时候 它的代入的数据有问题 然后呢 这就是这个基础的事实有问题 那就是欺诈 我们还是说这个芝加哥会议中心项目 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是应该是2012年 2月份他们到我的办公室来找 我叫胡律师 我们这个项目非常好 给你推荐推荐 然后呢 这个我说你把这个材料给我看看 他们给我看到这个政府的知识性 银行的知识性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经济学家的报告 我一看我就觉得 第一 我说你这个啊 你这个就业这个人数 没有办法达到不说 然后呢 你这里有很多东西都是有夸大 比如说这个建筑成本有夸大 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当场就跟他把这个 美国经济局出的一个书拿出来 我按照这个书上的这个这个这个数据啊 我跟他算 我说你这个这个建筑成本呢 你虚夸了5.7倍 当然现在呢 美国证监会在告他们呢 那说美国证监会这个律师告他们 现在说是什么呢 你这个当地 当时建这个酒店那个价格啊 应该是一个酒店房间 21万 但是你们虚夸成 这个是91万 这还是这个 证监会的这个律师啊 应该是出错茅庐 不是很精通 科学的算法是什么呢 按平方英尺来算 就是他整个酒店平方英尺来算 我就是按平方英尺来算 我算的是9.5.7倍 那么这个这个证监会告他这个律师 现在算的等于是4.5倍 他就只算酒店房间 那你等于是大堂啊 这个走廊啊都不算了 这肯定不行了 那么这个这个是个虚夸 虚夸的问题 所以项目呢 这个尤其是这个房地产项目 虚夸的有很多 包括这种酒店项目 它虚夸建筑成本 都是要很多 有很多 在这个经济数据啊 还有一点呢 就是你如果说 这个要计算这个就业人数的话 你应当是这个 第一方面 是这个建筑成本 就是建筑成本乘以建筑的就业成数 再加上这个项目的预期的收入 乘以这个项目的就业成数 这个呢是没有人去总结这个公司出来 这是我总结出来的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所有的经济两个经济模型 你最后都可以归到这个公司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啊 这个选择项目啊 有这么几点 非常重要 第一个呢 这个项目要有市场 第二个呢 这个项目的就业成数要大 第三个呢 这个项目的这个建筑成本 就是建筑花费 你不能有去夸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它预期收入 你不能有去夸 那么第五个呢 你就不能够有这个管理费 或者管理费 你不能够超过5000美金 因为我知道的 这个管理费呢 基本上都是回扣 都是给这个中国的中介 或者给收回扣的律师的回扣 而我做过这个项目方的这个律师 那么按我的计算 一般来说 这个这个平均下到每一个投资人来说 你这个就即便叫管理费的话 一般应该不超过600美元 但我们就抛大一点 总不会超过5000吧 美金 所以说如果说一个项目的管理费 它就像它超过了5000美金以上 那我认为都会有回扣 里面都会有回扣 所以说这个也不行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跟胡律师谈到这一点 但是还是非常感谢胡律师 在这个投资移民的项目上面 给我们提出这么精辟的见解 而且精算到精细到这个连数字上面 你都可以拿出来 跟我们举例说明 这个对我们投资人来说 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希望下次还可以邀请他胡律师 来上节目 跟我们把这个EB file 从方方面面来解剖解析 然后大家有更清楚的理解之后 再去做投资 谢谢胡律师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